六个你只能在日本看到的东西 租女友 其实租女友这种操作在中国也能看到 但是日本已经将这种业务发展得淋漓尽致了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租女友 甚至可以租爸爸 租爷爷 甚至可以租一个家庭 只要你有需求 只是租到的女友或是其他身份 可以满足你任何要求 当然除了亲密举动 透明可乐 没推枕头 这种透明的可乐也是日本独一份 虽然它看起来和水一样 但是喝起来和可乐没有差别 而右边的没推枕头自从推出后 就受到了日本广大男性的追捧 没推枕头的设计师在设计没推的时候 也是为了减少独居男性的孤独感 现在看到它的受欢迎程度 看来它已经起到了作用 自动贩售机 自动贩售机在各国都不罕见 但是日本的自动贩售机 却可以利用自动贩售机售卖更多品种的东西 零食饮料自不必说 日本甚至还会利用贩售机卖饭食 这样一来 这个国家的自动贩售机就非常多了 多到相当于日本每36人就拥有一台自动贩售机 所以但凡你想得到的商品 日本都会放在贩售机里售卖 鬼岛探险 这是日本的一个岛 早在1970年代就被遗弃了 这里原本是一个拥有5000人的强大社区 这些社区建筑是围绕一个矿景而建设的 但是当矿产被挖空 这里的人们就搬离了这里 可废弃的岛却找到了自己新的价值 作为一个鬼岛来供外来的人参观 体验惊奇刺激的感觉 方形西瓜 这也是日本独有的产品 方形西瓜 这种西瓜比正常的西瓜价格更高 所以你就理所当然的认为 这是什么好吃的新品种吗 那你就太天真了 这种西瓜和正常的西瓜相比 只是在生长过程中多了一个模子 而且它的味道其实比正常西瓜更难吃 因为这种带着模子的西瓜 必须在没有成熟的时候摘下 如果成熟了才摘 西瓜就会裂开 所以你是更愿意吃没有成熟的方形西瓜 还是成熟的圆形西瓜 听说长按点赞会让你心想事成 灵不灵愿 有一小姐姐都会在评论区等你哦